在酒店乘完美麗早餐之后 我们就出发来到这里 不过我们不是要来逛商场 而是准备去坐这些9天车 我们设计了由台中去清境的共城景点接送服务 一程车就可以去到清境了 经过了九曲十三弯的山路之后 我们终于都来到我们今天住的民宿了 想知道我们的房间有多漂亮 就记得去看我们的开箱片 登记之后我们就出去吃午餐了 我们来到清清草原美食街吃午餐 它的位置就在两个售票亭的中间 都算容易找 那里有十几间食店 我们就选了这间云南摆椅特制料理 我们叫了竹筒饭 冬菜云榫汤 和炒龙酥菜 就在我们吃吃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原来这个是政府的无疑飞弹空袭警报 因为是我们第一次遇到 所以都觉得很新鲜 这里还有一间紫商王家 它有一个户外的紫制动物园 还有不少的紫造小火车 还有一条超大的户外滑梯 去完紫商王之后 出发去下一个地方之前 顺便走下这一条森林小路 走了这么久 终于到来到天空步道的入口了 这条步道可以看到整个清境的景色 而且它只有斜路 不会有楼梯 是一条大人小路都很适合走的步道 就在我们走到半路的时候 景步又再出现了 我们终于都来到清清草原了 来到这里当然要看看羊仔 看起来 看起来 同一张地尖是一样的 哇 这是地尖是一样的 好恐怖啊 这个头 拜拜 看起来 你看起来 看起来 看看 Hello Hello 之前都是剪了毛的羊 唯獨這幾隻還沒剪毛 清清草原平時還可以看到剪羊毛和牧羊表演 不過因為日子不對 所以今天只可以看到瑪莎表演 好 首先一定要先調整一下瑪莎 布母法 來自退過芝麻 要正向我的腿 在上面在這個畫面非常難測意見 看完表演之後 還可以跟小馬一起拍照 今天環島之旅的第三天 就來到這裡了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